每天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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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夢想 小孩都一樣 就是想大家去幻想一下 20年後的自己 究竟在過一個怎樣的生活 小孩有自己夢想的生活 現實在環境上的局限 有沒有限制他們的想像呢? 是時候邀請大家去 分享你剛剛自己所創作的一個作品 我是一個畫家 幫人畫東西 賺多點錢 我畫得人家漂亮 我的表情很開心 是不是很囂張 大學畢業之後就 賺錢 做音樂家 就去買樓 買樓車 買飛機那個時候 買蟲物 那個時候很開心 這個是我 你在這裡做什麼? 在這裡教書 我想做老師 她很特別 我寫了一個愛字 她說想教她的學生 怎樣愛人 還有愛心 我二十年之後 想做餐廳的店員 因為我很喜歡吃一些台灣的食物 我希望我可以在二十年後 我可以成為一個八萬訂閱者 希望可以在二十年後 有幸福 又可以 開開心 二十年後 我想做一個幼稚園的老師 我想做我的流程 帶給不同的學生 他們上學之餘 又可以玩 又可以學更多的東西 然後 如果我做完 教書之後 我想我可以去做一些義工 二十年後 我做一名 二十年後 我做一名 二十年後 我在這裡做手術 嗯 救人 是 五年後的我 那我就是一個中學學生 之後我想帶給我 二十年後的我可以 將一個校長賺了很多錢 之後馬鈞大屋 和家裡的朋友一起住 都看到你們 幻想二十年後的自己是怎樣的 那姑娘都很期待 我看到二十年後的你們 可以實現到你們的夢想 做你們理想的職業 過你們理想的生活 生活沒有辦法限制 小孩子的想像 夢想看下去遙不可及 有些看下去不切實際 這些遙遠的夢想 正是小孩子所需要 和渴求的 在生活上處處受限制 我們鼓勵和幫助小孩子去追夢 有夢想 就有動力向前進發 小孩子的潛力 永遠無法估計 讓他們支持 鼓勵和適當的指導 有助小孩子追尋夢想 讓夢想漸漸成為理想 期望有一日 我們看到小孩子都回飛 回到座見